范晨晨没有黑粉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当宋宇齐和陈哲远质疑节目组作假时 他们肯定在做节目效果 你们肯定做不切就做到了 我抽到了两张黑的 我也是两张黑 你们肯定做不切就做到了 听得出来摇皮弟是真的急眼了 我们俩全是 范晨晨见场面一度尴尬主动站出来 我相信姚达 我跟姚达错过了 绝对别那么弄 我相信姚达的人品 他不会这样 当你嘉宾被采访问到隐私话题时 范晨晨即便知道答案 也会先询问对方 得到同意后再回答问题 朋友你知道姚达穿多大的鞋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上次说过 对 这能说吗 这可以说 对吗 姚达穿40 节目中张一剑一次次的 内涵范晨晨是资源咖 我有两年 我特别羡慕像晨晨这样 就是很早可以出道 然后一开始就可以拍到很好的角色 说完还不忘对比自己跑轮套的心酸经历 我是从那个很小很小的 一点一点上来 真的很难想象 如果贾铃不在身边 范晨晨究竟会被排挤到哪里去 如果我作为一个董事观众 我30岁看到她还这样 我就会 对她20岁的时候起点过高 我对她期待只是会 嗯 对 她就是从10开始往上走的 我们是从0开始往上走 所以她的每一步变化都得巨大 我们才能满足 就餐时服务员不小心打碎了一个勺子 完了 谢谢平安吧 谢谢平安 这个妹妹对自己可懊恼了 他们俩转身对视的时候 她又把后面的唱情给碰歪了 她整个人 没关系 没关系 一直在观察的她 在看到妹妹哭了后 直接暖心安慰 你走了我来摆 没关系 哇 妹妹都哭了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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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就是一个搞笑节目 你给我们节目天才 谢谢 谢谢 虽然出道即巅峰 但她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待 在一场被绑架的戏份中 为了呈现更好的效果 她一遍一遍的尝试 会 啊 等一下 我 啊 一 二 三 手 手不够紧 不够紧 并不是因为片段而落泪 只是因为背后她的努力 为了不让助理淋雨 把伞撇向了那边